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桌上已经摆上了陈湘 这个郭雪女士呢 这先得说长得这么好看 谢谢 这个肯定是跟表演有点渊源 所以听说你还真是做演员出身 是对 我专业是学的表演 然后后来闭了业以后也拍过一些戏 后来投资电影 然后当我闻上陈湘以后 我就下定决心改行了 现在应该叫郭志导 陈湘鉴赏指导 谢谢 这个郭志导听说就是 很像教练 中国女白是吧 郭志导给我们 因为我的很多朋友 也是现在中国越来越热 就玩香道 但是我先给你打听一事 你听说了吗 是去年吧 香港有个渔民出海打鱼 所以一往捞出一巨大的陈湘 但是其实那件事情 我看到报纸以后 我当时我就否定了 首先他的个头太大了 虽然世间万物不可能说 就是绝对的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香 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图片 那个重量和那个质量材质的时候 我当时我说这个肯定不可能是陈湘 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吵得很火 然后后来就辟谣了 说只是一个就是雄木一块了 其实香港本身也蛮多城乡 当然了 以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被发现很多城乡 就被偷去了 砍去了 在新界那边 当时那个渔民打上来的那一块 他说上了岸 也是找专家鉴定 也是找了一个郭志导 是吧 说是价值10亿港币 渔民乐得马上锁起门 反锁门就不出 然后人家说很多人找他买 他说我可不能卖 我得跟着他共存亡 老板天现在知道 是雄木一块 那个当时就没过多久就辟谣了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想乡 我觉得还蛮有渊源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这个来历 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就跟陈湘有关系 跟香料有关系 因为它在明朝的时候 它在宋元 它隶属于广东的东莞 那在明朝的时候 就是它就是一个香料的输出 然后这样的一个集散岛 所以说后来 它不但输出香料 而且它还种植香料 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大补的那个 可以看看一些图片 那么可以看看图片 这也是 这是一块旗南了 后面是一个香炉 旗南是陈湘里边的极品 极品旗南 哇 你再看下边 然后这是一块红土 这是一个流皮的 你看它的样子 跟刚才的那块 就有一点不同 这也是一种陈湘 这也是陈湘的一种 一个产区的一个 你再看 这个是一个家里曼丹的 这个就有雕工了 这是一个达摩的侧面 呦 看见鼻子了 当代大师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作品 对 鼻子 胡子 你再看下边 这是一个红土的相差了 嗯 再有 这也是一块红土的相差 因为红土是陈湘里面 唯一一个品种是最适合把玩的 因为看它的那个皮壳 像那个浴质一样 就是很油润 嗯 这也是把玩的效果 有点像抽象雕塑啊 这也是一块红土 我个人会比较偏爱红土 它的这个 这个很很沧桑的这个外表 和它很甜美的味道 这个有点像台湾的牛肉干 牛肉干 去台湾买牛肉干回来 好巨像 对 也不错 看下边 这就是最近香港说的砍了 现在很多人这个倒砍了 这个沉香树 所以你看我先得请教你一个 沉香和沉香木是不同的 其实是这样 我看有很多这个拍卖会上 它会把这个沉香和沉香木 混为一谈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沉香就是沉香木 但严格意义上来讲 沉香木指的是白木 就是这个树的本质的 这个木质的地方叫白木 那沉香呢 是这个瑞香科的桥木 受伤以后 结的这个香叫沉香 所以说很容易会想 就是这个树啊 你有时候给它砍一刀 它慢慢的就流出那个树脂来 其实树脂呢 您说的是橡胶 像这个沉香 它跟这个橡胶树还不一样 就是它是瑞香科的桥木 受到外力的作用 它等于是自己愈合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等于是 就像我们这个肉皮 坏了以后 然后结痂了 其实这个沉香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 所以所以打个比喻 你说那个橡胶啊 一刀流出来 那个是眼泪 那那橡胶就是结巴 心长的一个组织 一个肉 所以以后把橡胶卖给它就行了 它以为是同一个东西 那我还听说是一种什么真菌感染 是这样 它有很多种这个因素 比如真菌感染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野生的树林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瘦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那个动物来磨爪子 然后有一些小鸟 有一些小虫子 只要是能使这个树受伤 包括雷鸡啊 它是都可以结香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觉得 沉香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给它的是伤害 但是它回馈给我们 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味道 非常郁圈 说得美 但是这个哪的沉香最好 过去讲是越南的最好 是这样 海南越南呢 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相对于意宁和马来西亚 它是比较靠北嘛 所以说它的味道来说是很像的 包括海南的黄花梨和越南的黄花梨 就是它都是很好的 可能在纹理上 然后数量上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海南香呢 是因为我们已经风山玉林了嘛 就是不让这种砍伐了 所以说海南香的数量是很少 但现在在越南产区每年还会有这个大量的香出来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人就说海南香一定要好过越南香 其实不然 就是比如说到了其南的级别 它都是很好的味道 只看你个人的喜好 你个人的一个 这个你知道我那么有些朋友也是这个爱玩香的 那都得很特殊的场合 最好的朋友来了啊 那一个香炉 然后拿出这么一小片什么白棋 这棋南是最高的这个等级了 对 这个里头又有什么白棋啊 绿棋啊 绿棋啊 黑棋紫棋 还有这么多是吧 拿出一块绿棋啊 这么一小片片 大家在这儿 闻香 闻香喝茶 喝茶闻香 我也碰过那种场合 可能我交友不慎 因为整个过程非常你觉得很沉静 也很端庄 拿了一小片香喝茶闻 可是慢慢两分钟后就聊天 聊来聊去还是聊酒色才气 还是聊女人还是聊钱 那个心啊不太容易静下来 而且最近几年特别多路客去台湾 也把碗香的文化在那边带进去 我台湾几个亲人啊 我小姨子 他们就那个很喜欢碗香 他们做生意嘛 赚到一点钱 很舍得去玩 经常叫我在香港 透过大陆的朋友找一些香 可是很不幸 十次里面有六七回买到不太好的 或说假的 十次里面有九次吧 您说的假的 您说的假的是什么假 是他里面有柱东西 还是说他就不是沉香 然后 我是外航了 因为我替他弄了过去 他就打来就骂了 也拿起电话 姐夫又是假的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其南粉 就是在这个开料的过程当中 因为沉香跟白玉不一样 白玉比如说我雕下来的东西 就已经是没有用了 包括翡翠 但沉香则不然 比如说我雕下来的这些粉末 照样可以合香啊 照样可以闻的 您可以打开来闻一下 是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我代表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听说你属狗的是吗 对啊 旺旺 所以他就是嗅觉特别灵敏 我也属狗 醒来了 我是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也送我一点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 东方和西方不太一样 你看西方的这个 你像法国的香水也很出名 它好像还是刺激的 让人觉得嗨啊 或者是那么一种感觉的 但是你看东方的这个香啊 它是木头里边生长出来的香 就有一种宁神啊 有一种宁神的那种感觉 你比如说这个沉香 为什么说大家现在这么的趋之热物 去收藏沉香去品 其实在楞严经里面 比如佛经里面就有讲 说香炎童子 就是因为闻香悟道 挣得了阿罗汉果的这个 这个这个味 然后其实就是说 他说这个香炎童子 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记载 说这个我看 我观香气啊 说他不是本来就有 他也本来不是空的 但是他既不在烟里 他也不在火里 他去的时候 无所知 来的时候 从来没有来过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 这个中国人对中国的 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认知 我觉得是在现在 很浮躁的一个社会 是大家有一种心灵上的回归 可是问题是 宁香的人不一定懂这个 也不一定知道 也甚至不计较这个 最主要是整个过程啊 有些朋友刚开始接触 来家里 对不对 有时候喝红酒 我们就注意啊 宁香的人不表示 他不玩其他的 他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 玩红酒 玩跑车 玩吃的 礼拜六就玩个香 他跟朋友接触 是因为那个圈子 可是不管什么理由呢 只要你碰到 你就知道是好东西 整个人的心静下来 那我听说 我不确定了 真的是外行 刚文涛说 那个像香水 其实有不同的作用 有些是催情的 也有一些让你安静的 能够睡觉的 沉香有这样不同的作用 是这样 像沉香呢 比如说在《本草纲目》里面 它就有记载 就是说它是可以降气温中 然后暖肾那气的 而且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药效 是非常温和的 药典里面也有记载 就是说因为 沉潭龙舍嘛 沉香 然后潭香 龙仙香 舍香 这是四大香手 而且沉香是香中之王 所以说就是说 它温和到什么地步呢 这个舍本多济 过分避害 就是舍香 它的忌讳很多 你要是用多了的话 一定对身体不好 但是沉石易和 迎亲无伤 就是说这个沉香 温和到什么程度 你大量的使用它 都OK的 就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这是沉浸 没有其他的 没有 对呀对呀 行气力气 你看他讲的这个多好 好到我们需要 打字幕的程度 讲的都是 好像中医 我们要郭大夫 替我把把蜜 我那天看着 我觉得有一个 最让我觉得浪漫的 一个故事 就是好像记载唐朝 这个唐宣宗 那个时候 胶纸这个地方 是指越南吧 对 对吧 胶纸进贡的 还有一种香 还不属于沉香 叫做瑞龙脑香 有这么一种香 对 就龙脑香 龙脑香 龙脑香 当时叫瑞龙脑香 这个非常少啊 据说像那个 蝉蝉一样的 一片一片 那个是属于动物 然后呢 这个进贡来了之后 唐宣宗啊 就给了石片 给这个杨玉环 杨贵妃 这东西都是 古人呢 拿来熏衣服 所以他们身上 总是香的 然后有一次呢 唐宣宗跟一个人 正在下棋 杨贵妃在旁边看 有一阵风过来 把杨贵妃的这个领巾呢 吹到旁边的一个月宫 那个月宫叫贺怀智 吹到月宫的头上 然后呢 他赶快把这领巾 还给杨贵妃了吧 但是他回了家之后啊 他就发现自己 一身都是香 原来就是说 他这个头巾 沾染了这个贵妃的 这个香薰的 这个香啊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 存在了锦囊里边 到后来你知道 后来这个 唐宣宗 发生兵变 没有办法 这兵变的 这个这些当兵的 逼着他必须杀了 杨贵妃 杀了杨玉环 好 让杨玉环自杀了嘛 自杀了 然后他回到宫中 这个唐宣宗啊 总是想念他 然后这个贺怀智呢 就把这个锦囊拿来 拿自己这个头巾呢 当时染着贵妃的 香的这个巾 给他闻 他一闻 他一闻这个味儿 他就记得了 然后当时就哭了 说此乃锐龙脑香眼 这个很感动的故事 是这样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锅血给咱们拿来的 但他还没介绍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块旗男 我是觉得为什么拿 这么一大块旗男 这还不算大的 我是觉得他的造型很有特点 很像这个老鹰的一个头 这是嘴巴 然后这是他的眼睛 像吗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像那个 自己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像那个电影 那无敌金刚啊 Transformer 这舍得拿来熏吗 其实是这样 就是 当然就是现在听说 中东贵族 他们现在这个熏香 还是说把整个一块箱 放在这个炭火上 就这样燃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 这样一点一点 其实就像您说 朋友品香一点点 他可以品好久 听说这个最好的 这个旗男啊 这个陈香啊 说是怎么着 要是用手 把它抠下一块的一碾 就能成个小药丸 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可以 当场的来做一下试验 你就碾一点这个 然后你这样搓一搓 您看它会不会成球啊 这样的 对啊 就说明它油性比较大 是吧 如果成了一个球 是吧 它的油性是很大的 而且旗男一般都是软丝的 还真的成了一个球 是吧 是吧 你看 真的成了一个球啊 这样就可以隔火 就可以烧了 而且可以吃的 对 可以放在里面 那这个太多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拆盗里就行 叫20万的 这一颗20万 这个节目过后再算账 不是不是 听到没 听说现在这个什么 旗男啊 有什么一寸旗男 一寸金 这种说法 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 是一片万钱 就是说 它的珍惜性是很贵 很贵的 其实我不知道 就是您说的那个旗男 就沉香造假 你经历过什么 我觉得我经历过 最搞笑的一次 就是那会儿刚刚开始 收沉香嘛 就什么都不懂 就是胆大 我就觉得自己鼻子好使 然后就去买沉香 其实沉香 你比如说 我这样一块木 可能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我把它放到 这个坟里面 我可能大概养个几天 这个木我拿出来 您一闻 也有清男的味道 那会儿就不懂嘛 这样一闻 觉得很香 其实呢 它是白木 它上面的油线 是那个造假的人 最拙劣的作假方式 画上去的 我说这个造假都不用心 然后这个油线 是画上去的 这个盘是什么 这个盘是一个 家里曼丹的沉水香 然后这也是一个 大师的雕工 对 为什么叫沉香啊 就是说它质地 尖密啊 传说就是入水啊 它就 这个还要纠正一下 沉香啊 不是说沉水的 才是沉香 不沉水的就不是 其实有一些香 它的密度 可能没有水大 但是它确实是沉香 所以说不能用沉 不沉水来 对 鉴定它是不是沉香 所以我就说 有些骗子 对 他就故意 你知道吗 把这个沉香里边 反正做重量 做签块啊 做签块啊 给人看的时候 你看沉底了 说这就是沉香 实际这也是个误会 是吧 这个这种知识 也不用 不需要太普及 对我来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替我台湾的小姨子 来在大陆买沉香 那我中间当然是抽成嘛 所以假如他都知道 能分真假 我就交易 我就小了 他抽了小了 原来是这样 我就不管 他说要20万呢 我就买了20万抽成 他说假的 是假 反正他有钱嘛 那就再买 你从你小姨子身上 占了多少钱 整个人就赚了 这个呢 是沉香还是沉香木 这个是一块红土 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照片上 就说红土呢 是唯一沉香里面 比较适合把玩的 那你比如说这一串呢 它就是其南 就是 您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软软的 就是它的质地是软软的 那比如说 您要经常这样盘完 手上的杂味 就会染到这个香上面 但是红土则不怕 因为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皮壳 它就适合盘完 而且越盘越漂亮 哎呀真是 咱们这个有幸哈 认识郭老师 以后应该经常 郭知道 郭知道 以后应该经常走动走动 因为我们生活在媒体圈啊 简直是臭气熏天啊 应该经常到你那闻一闻去 好啊 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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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既然到了我们这个圈啊 你又这个长得这么好看 对吧 我们也要讲一些 跟男女有关系的话题 这个不是 这个很不风雅 哎 这要古人 你像这个 你看有幅画 宋徽松 抚琴啊 什么的 他们都要点起这个沉香 一种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也是社会有肮脏的一面 其中现在有一个地儿啊 就是在你们老家不近 你知道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黑龙江有个监狱 叫那河监狱啊 据说准确的叫法 应该叫那河监狱 那河监狱 离你们家很近是吗 很近 我们家家因为这个事火了 我觉得不是很光彩 他的那个微信信号 也能覆盖你们家 对吧 这个监狱 有出了一人叫王东 你听说了吗 你可以看看 很多女孩子就是说 她到底长什么样 难道她是陈贺吗 你看 这王东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监狱 看起来非常精壮 香港人说 口女 你见着情圣了吗 在铁窗之内啊 玩微信啊 就能把监狱附近的七个女的 聊成她的情妇 这家伙 比这个香气还 还有灵验呢 你作为女的 我想问问 就是你觉得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大概 其实我这个 扫了一下这个新闻 我其中的有一个女士 之前是有传说 是在监狱里面工作的 其实不是 她是相关的 可能在监狱农场 就是给这个监狱送蔬菜啊 然后送这种农产品工作的 这么一个女士 这我来分析呢 是说 首先可能生活在这样 就算是社会底层的 这样劳动妇女 我觉得可能 她很急需别人的关怀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通过微信 就是她的生活 可能会 会觉得很新鲜 说有一个人要加我是朋友 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王东 我觉得样子还算是 像老师说很精壮 然后也挺帅气的 对吧 所以说可能两个人 在一接触的时候 王东先发了一张照片 那可能这个种菜的大姐 她的生活当中 没有过这样一个帅哥 来跟子姨打招呼 她的生活完全是一个 新的一个事物 所以我觉得她是 这个被这种热情 然后被这种新鲜 冲昏了头脑 而且生活 这样的情况 文涛那个 我觉得这种新闻啊 我关注的重点 蛮好玩的 我觉得你说用微信 抠了七个 一点都不惊讶 有人抠七十个 七百个 我一个都抠不到啊 他在牢里 他能扣七吧 重点在于脑里 重点假如微信 这种东西 是不需要管理 在哪里的嘛 互联网上面 不是有个笑话吗 很经典的 从有互联网那一天出现 已经有个笑话 这是美国的漫画 记得吗 我们说有个电脑 在电脑前面是一条狗 在打电脑上网 那条狗就说 非常好 在互联网里面 没有人知道 我是一条狗 OK 互联网的特点就是这样 所以管理在哪里啊 所以重点不是 他在哪里 可能有人在医院 抠七十个旅 有人在病医馆 抠七十个旅 重点反而 可能我不解风情 我们香港会觉得说 你在签脑里面 怎么可以玩微信呢 对 谁给你玩呢 不违规吗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因为监狱里面 应该有那个信号屏蔽装置 对 有也发不出去 但是呢 不但他这个手机 是预警给他的 对 而且这个屏蔽装置 也早都坏了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 以此为由啊 调查组都进去了 调查组进去 这监狱啊 非说那个监控录像 找不到 什么坏了 就是他们就不承认 发生过性关系 这个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还有更刺激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般 他就是说 我要跟你结婚 你这女的 是不是就吃这个 她跟哪个女的 她的手段 其实我研究了一下 她基本就是说 我想娶你 对啊 就我要跟你结婚 对啊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上当受骗的 这七位女士 要么就是设施卫生的 年纪很小 要不一定就是这种 在婚姻工作生活上 极其不如意的 有一个就是警察的老婆啊 都是孩子的妈呀 就是那个 跟她裸聊的 没错 所以我从来 不敢低估女性的 就说有些可能是为了 要结婚嘛 被骗嘛 有些坦白讲 她只会跟黄东 还是王东 王东 对你来说都一样 都一样 她不一定只跟这个男的 来微信啊 她可能同时跟两三个 她可能家里也有一点钱 送什么钱嘛 她总不会送一百万 两百万三百万 对不对 送个三千 哇 这是暗中暗了 因为这种工具 这种东西 我经常说 这种工具啊 本身就构成这个优惑的 构成一个平台 把我们种种欲望 想象满足了 你知道这个监狱啊 我告诉你一点 为什么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所以这个女的啊 有的时候 我觉得傻的呀 你知道这个王东 在这个手机这儿 跟这个女的聊的时候 背后一群犯人 给她出主意吗 甚至人欲警 智囊团 跟她怎么聊 跟她怎么聊 这样的 然后她能把一女的 叫回牢里来 上个床什么的 她好有面子 而且你知道 后来这一调查组一去 发现这监狱 简直是都自杀了好几个了 就是然后又是 这个监狱曾经啊 买了250台电脑 为了什么呢 让这个犯人们呢 打那个叫魔兽世界 打电的游戏 帮着监狱创收 很人性化管理 对 我觉得真的 他卖那个装备 打好了 真的可以参考了 假如真的认真 对待这个事情啊 去调查一下 这个监狱 它里面可能犯人的 忧郁症的率低 然后打架的率低 犯罪率低 康复得快 对 我们固定坐牢 我们把人家关了 没事干 没错 就是有个预警自杀 对 种种的这样 我觉得都都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型概念 这个沉香 特别人家 好 好 这是 我